她的这些灰色收入不要也罢 她的未来会有无数个机关算尽的反噬 但我的未来还得不与轻盈地向前走 正如林霜所说的那样 魏明多行不易避自闭 果不其然 魏明还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只是魏明永远不会想到 自己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 林霜仅仅只用了一招 为魏明的父母订豪华酒店 林霜为魏明的父母订酒店的目的 不是我们所看的那么单纯 林霜不只是心疼魏明的父母 更是对魏明最狠的算计 林霜并豪华酒店的算计 正如林霜所说的那样 恶有恶报 不是什么都不做 等着老天爷来收拾他 相反 这更像是一则社会铁律 督促人们采取行动 让恶人得到恶报 这样才能得到大家 对于这个美好社会的设想 魏明沦落到锅铛入狱的下场 靠的自然不是因果报应 而是林霜的行动 从林霜放弃九百万离婚财产的那一刻起 他和魏明就只剩下你死我亡的结局了 林霜清楚魏明牙字必报的性格 而林霜的创立小盈也是在必得 林霜早就料到魏明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和小盈 所以他必须先发制人 但是林霜对付魏明方法 并不是使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而是把魏明的父母送到豪华酒店 当林霜发现魏明的父母住在狭小的酒店时候 立马带着他们换了豪华大酒店 并且告诉他们对付魏明的方法 这个房间我开了一个月 到期自动续费 我是用魏明的账号在网上订的房间 绑的也是魏明的卡 我拿你们的手机发个朋友圈 让你们的亲戚朋友都知道 魏明不吸血本带爸妈住五星级酒店 到时候大家都快开是个大孝子 他正足了面子 你们觉得他还会生气吗 其实林霜带着果果来找魏明的父母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魏明的父母住的只是最普通的宾馆 连空调都是坏的 所以此时他们肯定不会主动让林霜带着果果来看他们 一则房间里太冷了 连魏明的父亲都冻感冒了 更何况果果一个小孩子呢 二则魏明的父母不住在魏明的大房子里 反而住在这么小的酒店 林眼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魏明的父母肯定不想林霜看笑话 他们绝对不会主动提出见果果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 林霜是故意带着果果来见魏明的父母 林霜之所以会这么做 主要是有两个算计 第一个算计就是让魏明彻底失去黄董这个靠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小细节 当魏明和老同学聚餐的时候 那些老同学纷纷调侃魏明 看来那些八卦是真的呀 我们同学可是传遍了 说你这一次结婚 可是得了七管言呢 在家当牛做马 是不是呀 那个魏明 我怎么听说你爸妈被你老婆给赶出去了呢 可能到这里许多观众会有一个疑问 魏明父母被黄佳怡赶出家门的事情 究竟是谁传出去的呢 首先排除魏明和黄佳怡 把父母赶出家门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他们二人作为有头有脸的人物 肯定不会到处乱说的 其次排除魏明的父母 魏明的父母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 他们肯定不会把这种家丑说给外人听 知道魏明父母被黄佳怡赶出家门的 只有当事人以及林双 所以显而易见的是 八卦的源头就是林双 林双和魏明的大学同学 魏明的同学也就是林双的同学 因此林双是有资源和有渠道传出这些八卦的 林双知道魏明是一个极其自负 但是却是一个特别容易自卑的人 与其说魏明娶了黄佳怡 倒不如说魏明嫁给了黄佳怡 所以在这样一个不对等的婚姻关系中 魏明肯定会感到非常憋屈 而林双趁机传出这个的八卦 让魏明的面子受损 这样一来 魏明只会对黄佳怡一家越来越不满 但是魏明也极其清楚 自己目前还要依靠黄董对自己的扶持 因此魏明一定会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等到魏明冷静下来后 又会去祈求黄佳怡的原谅 黄佳怡并不是什么不安事事的千金大小剑 魏明态度的反复 也会让黄佳怡彻底看清魏明的为人 黄佳怡也会像林双一样慢慢的清醒过来 所以如果魏明想利用黄佳怡做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 黄佳怡也不会答应的 黄董本来就不喜欢魏明 如果魏明失去黄佳怡的支持 那么魏明在黄董面前连话都说不上来 魏明为了让黄董和黄佳怡不轻视自己 肯定会铤而走险地走旁门走道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魏明私底下坐的手脚 迟早有一天会公之于众 但是黄佳怡早已对魏明失望了 所以黄董肯定不会帮魏明 林双的第二个算计 就是为自己彻底解决后顾之忧 虽然魏明才是婚姻的过错方 可在魏明及其父母的心中 林双才是那个过错方 林双的小赢正在慢慢步入正轨 而林双的人脉也在逐渐扩宽 魏明的父母只有魏明一个孩子 一旦魏明出了事 魏明的父母肯定会四处求助 而林双作为小苹果的父母 魏明的父母肯定也不会轻易放过林双 但是林双替魏明的父母定豪华酒店 也让魏明的父母看清谁才是真正的好人 就连最难产的魏明的母亲都说 都说养儿防老 可我看你明明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这个林双虽然和我们不亲 但是他从来都是把我们伺候的舒舒服服的 哪像那个什么娇娇 林双此举就是为了让魏明和他的父母心服口服 这样一来 魏明以后无论出了什么事情 他们都没有资格找林双算账 但是马丁却永远不知道 林双为魏明父母定豪华酒店的算计 正是江喜拒绝自己的原因 江喜拒绝马丁的真相 自从马丁遇见江喜以后 他总是会在江喜迷茫 困难的时候出现在江喜的身边 马丁和明博以及魏明都不一样 他是真的单纯喜欢江喜这个人 就连一向不干涉江喜感情的林双 都劝他要珍惜缘分 可江喜却一直躲避着马丁 当马丁向江喜表明自己的心意后 江喜却拒绝了马丁 我确实渴望 但我又恐怖一段亲密关系 以后我们只会在感情当中 撕扯 焦虑 怀疑 我越觉得我们俩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姑娘 我确实还没做好准备迎接一段新的感情 马丁 谢谢你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 总是有办法度我笑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俩可不可以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你的位置仅次于林双 在马丁和江喜相处的过程中 动心的不只是马丁一个人 显而易见的是 江喜再一次动心了 但是江喜拒绝马丁不是因为被伤透了 害怕迎接新的感情 而是因为马丁和江喜的位置不在一个层次 林双为何可以利用魏宁父母住豪华酒店算计魏宁呢 是因为林双清楚魏宁和黄家仪的地位不对等 所以林双可以借此加强他们之间的矛盾 林双当初和魏宁离婚也是因为位置不对等 而江喜和魏宁分手也是因为位置不对等 那时的江喜甚至连教廷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江喜很明白自己和马丁不一定能走到最后 马丁有着优渥的家境 有着高学历 高颜值 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 而此时的江喜除了脸蛋一无所有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 江喜已经很清楚自己和马丁的结局 江喜喜欢马丁 所以他不能失去马丁 朋友的关系永远比恋人的关系更加长久 江喜也想利用这段时间努力提升自己 等江喜站到和马丁同样的高度时 江喜才能光明正大的站到马丁的身边 江喜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 就像是林双所说的那样 提起女人的人生价值 大家都好像很喜欢讨论归宿 好像我们一生的努力都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庇护自己的地方 但或许我们也可以享受路上的风景呢 单身或婚姻 职场或家庭 成功或失败 所有的经历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风景 我们来到世界 不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 而是成为自己的归宿 无论是江喜 林双 还是黄家怡 他们经历了那么多 也终于懂得了婚姻并不是最终的归宿 只有自己才是自己永久的依靠 婚姻不是雪中送炭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全部的砝码压在另一个人身上 没有人永远可以把婚姻当作避风港 如果你没法独立 就应当先学会独立 如果你没有安全感 就应当学会自己给自己安全感 婚姻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它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婚姻应当是锦上添花 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 从来就只有我们自己